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可能没有想过 这些知识还会跟我们的护肤密切相关吧 在这三层里面 我们先不管皮下组织 因为这一层大多数是肌肉和脂肪 跟我们的护肤关系不大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表皮层和真皮层 表皮层顾名思义 也就是我们皮肤最外面的一层 它由内向外又可以分为肌底层 有机层 颗粒层 透明层和角质层等 这些名词我们不需要记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以下几个要点 我们由内向外看 基底层和有机层是生长区 也就是细胞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生的 然后不断的分裂 向皮肤的表面推移 也就是PVT这张图里边 从下往上移动的 逐渐形成外面的几层角质区 最外面的那一层角质层呢 就都是没有细胞核的死细胞了 比如我们的手脚有碱的那个地方啊 就是比较厚的那个角质层 角质层每天都在自然的脱落 生长区的细胞每天也都在补充上来 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皮肤的新陈代谢 这个周期呢 一般是一到两个月 所以护肤品也大约需要这么多的周期 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有比较明显的效果 基底层呢 有一种重要的细胞叫做黑色素细胞 它是产生黑色素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黑色素能够吸收和散射紫外线 保护这个表皮层的幼稚细胞 不受辐射的损伤 所以呢 我们往往会看到 越是热带地区的皮肤 人的皮肤颜色越深 越是寒带地区的人的肤色越浅 不同肤色的人种也正是通过紫外线的这个选择 慢慢演化而来的 但是现在的我们呢 往往对黑色素会有点逼之不及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皮肤颜色 在我们东方人的审美观里面 总是会觉得一白遮三丑对吧 所以我们会使用大量的美白措施 防晒措施 或者是影响黑色素细胞的生存 或者是干扰黑色素形成的过程 或者是加速黑色素细胞的代谢 总之尽可能地减少黑色素进而提亮肤色 确实过多的紫外线造射会使细胞受损 并且引起皮肤的光老化 或者堆积以后形成色斑 这种色斑一旦形成是很难消除的 除非使用医疗美容的手段 因此呢 适当的防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具体的讲 现在我们先要在理论上弄清楚 黑色素细胞主要存在于表皮层的最下面一层 联系刚才讲的这个第一点啊 这个皮肤自然的新陈代谢那一点 黑色素呢 它其实会随着角质层的新陈代谢过程 从肌底层慢慢地向角质层移动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皮肤表面发现暗沉 或者是出现斑点的时候 其实已经后知后觉了 这说明在我们看不到的肌底层 早在一到两个月之前 就开始形成黑色素细胞了 因此呢 美白重在预防 不做防晒就永远不能在源头上面 阻止黑色素的产生 斑点也不是一次激光就能打掉的 需要随着底层的黑色素 不断地浮到表面之后 分次地去把它去除 那么第三点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角质应该是我们在护肤中 最常听到的名词之一了 尤其是去角质这个概念 被过度的商业化解读之后 引起了不少的护肤谣言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启动谣言粉碎机 说说到底该如何对待咱们的角质 刚才第一点已经说过 角质的细胞都是已经完全 角化的死细胞 并且每天都在不断地脱落 一到两个月的周期会全部更新一次 所以即便我们不动手去帮助它 角质层也是会自己走掉的 因此这个去角质的动作 并不是护肤中必须的动作 只有当角质层不能正常脱落的时候 我们才需要手动地帮助它脱落 比如经常性的熬夜呀 作息不规律呀 压力比较大或者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 身体的新陈代谢异常 也会让角质层的代谢变慢 所以呢 老化的角质会减慢这个脱落的过程 会引起增厚连结 所以判断角质层是否需要去角质的依据就是 皮肤摸起来粗粗的 硬硬的 护肤品很难吸收 或者是肤色看起来暗淡 没有光泽 这个时候呢 皮肤才需要专门的使用去角质的产品 第四点 角质层的细胞的排列呢 与我们肌肤的质感也是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护肤品啊 大多数的护肤品和美容仪器起作用的地方 我们先看这一张 这个健康肌肤和干燥肌肤的对比图 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非正常的角质层细胞既不能阻止外界 环境中机械的呀 物理的化学的还有生物的伤害 或者是不需要的物质的入侵 又不能起到防止体内水分蒸发 电解质还有其他物质流失 而正常的角质层是可以起到这样的屏障功能的 所以除了不过分去角质之外 我们怎样除了 怎样可以让角质层处于一种健康的状态呢 答案就是水油平衡 我们来看这张角质层的放大图 是不是非常的像一堵墙 没错啊 我们通常把角质层的结构叫做砖墙结构 砖就是角质细胞 砖与砖之间有水泥紧紧的连接 这些水泥就包括了天然的保湿因子 NMF或者是神经血胺 角砂丸角砂锡 油里的脂肪酸等特殊的脂质物 听到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有点似曾相识 是的 因为这些呢本身就是很多护肤品宣称会有的这个功能成分 它们的来源呢就是咱们角质层本身有的成分 所以含有这一类成分的护肤品的轻肤性是特别好的 除了水泥之外 我们角质层的表面还有一层 由真皮层的那个皮质线分泌出来的皮质膜 好像给我们的角质层穿上一层外衣 进一步增强了皮肤的屏障功能 也更好的让水分不至于太快的蒸发到空气中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充分的理解角质层的这个专长结构 对于理解皮肤问题的成因 比如说敏感肌肤 痘痘肌肤 以及对于理解护肤品的作用原理 都至关的重要 后面我们再讲这个问题 所以呢 综上所述 在我们的表皮层 我们需要重点理解的 就是它的新陈代谢过程 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 还有角质层的这个结构 角质层呢 厚薄适中 水油比例适中 是最好的肌肤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真皮层 真皮层呢 也有几个重要的部分需要理解的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整个的真皮层 它就像一个 西蒙斯床垫似的 主要是由纤维细胞 构成皮肤的弹性组织 我们都知道的胶原蛋白 就是在这个部分 那么究竟该怎么补充胶原蛋白呢 首先 所有的外用类的胶原蛋白 都是不可能的 因为前面我们讲到 角质层会有屏障功能 对吧 大分子的这个胶原蛋白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真皮层的 这是第一点 其次 口服的胶原蛋白 是否能够补充胶原蛋白 像我们说 吃一些东西 目前呢 关于这个问题 并没有统一的科学依据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查阅了很多文献 也咨询了生物学和医学专业的人士 现在的研究中 既有支持的 也有不支持的 所以关于口服胶原蛋白的功能呢 暂时是不确定的 所以目前最有效的增加胶原蛋白的方法 是通过医疗美容的方式 给予皮肤损伤 从而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 当然 事后的这种治疗 还是比不上事前的防范 引起细胞损伤的这个源头之一哈 又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紫外线 所以防晒的重要性呢 再一次显现哦 第二点 我们外用的护肤品 只能渗透到表皮层 或者是真皮层的表层 外用的护肤品 只能渗透到表皮层 或者是真皮层的表层 这一点很重要 只有医疗美容的方法 可以到达真皮层 但是真皮层除了有这个纤维细胞 还有遍布的血管和神经 我们看这张图里边 红色和蓝色的线 因此呢 医疗美容的这些仪器的侵入 一旦触及到这些血管和神经 是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的 所以呢 选择有知智的机构和医生 都是尤其重要的 经常有同学会问到我这类似的问题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微博 关注这个李远洪教授 他有一份李远洪和他的小伙伴们 推荐的医美专家的文档 里面列出了各个地区 都比较靠谱的医美机构和医生的名单 如果对医疗美容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的第三点 在真皮层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我们真皮层的皮脂线 会不断的分泌皮脂到角质层的表面 与角质层的砖腔结构一起 维持皮肤表面的水油平衡 所以呢 我们一个健康的中性的皮肤的基础 就是皮脂膜分泌的很正常 角质层脱落也很正常 然后砖腔结构的水分非常的充裕 这三个条件 任意一个条件失衡 就会引起皮肤呈现干燥 或者是油 或者是类似不太平衡的状态 进而引发像痘痘呀 老化呀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 我们用一张四项线的图 来表示这种水油平衡观念下的 肤质划分 左上角的少量油脂和充足的水分 构成了皮肤最完美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性肤质 皮肤光滑而有弹性 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你的护肤要点就是不要做少折腾 记住啊 而左下角角的这个少量油脂和少量油分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干性皮肤 这种肤质呢 常常会伴随着起皮 肝纹这些现象 并且没有光泽感 这种肤质我们常常是 我们通常会知道需要补水 但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 补充一定的油脂也是很必要的 而右上角的这个大量的油脂和大量的水分 经常会建于25岁以下的年轻肌肤 这个25岁只是一个泛指哈 就是说比较年轻的肌肤 皮脂腺的分泌呢 比较旺盛 但是水分也还是相对比较充足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大油甜 油性皮肤 这种皮肤大多会为不断的出油而烦恼 但是这个皮脂腺的分泌多少 其实主要是受到遗传因素 生活作息 还有饮食习惯和神经刺激 这些内部因素的调节 我们比较难通过外力的护肤品 或者是美容方式来控制皮脂腺的分泌量 因此这种皮肤的护理的要点呢 就是要勤清洁 去掉多余的油脂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角质 要保护好我们自身 本身有的充足的水分 而右下角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和少量的水分 通常会鉴于 比较疏于管理的成熟肤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油外干 这种肤质我们重点讲一下 很少有人是天生的这种肤质 我们天生的皮肤状态呢 就像婴儿那样的肌肤 每个人其实都曾经拥有过 完美的中性肤质 但是随着后天内外环境的综合影响 我们皮肤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疏于管理或者是过分的护理 都可能破坏角质层的砖墙结构 进而使得水分的流失 成为下方这两个项线的干燥皮肤 而区别纯粹的干性皮肤 和外油内干的肤质 主要是看皮脂膜的分泌水平 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 皮脂腺的分泌水平会逐渐的下降 理论上每个人最终都会变成 纯粹的干性肤质 但是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 受到像环境啊压力啊饮食啊 作息情绪这些因素的影响 使得皮脂腺不断的受到刺激 而出现分泌混乱 就会变成又干燥又多油的这种内油外干 啊形容的其实就是真皮层内的这个皮脂腺分泌的过多 但是角质层内呢又比较缺乏水分的这样一种状态 那这种皮肤的护理通常需要你同时的坚固去油和补水 而常见的误区就是跟大油田那种皮肤啊混在一起 只是一味的去油而忽略补水 好了以上我们的啊我们从皮肤的构造出发啊 理顺了有关护肤的一些基本的观念 请大家务必要理解啊 因为接下来的护肤建议和护肤瓶的选择都将基于刚才的这个内容 啊我们的课程是可以反复回听的 如果刚才你没有听明白的同学可以到回去再重听一下 啊当然目前的医疗水平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了解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比如究竟该怎么控制皮脂腺的分泌啊 什么因素会影响角质层的脱落速度等等 这些问题啊还有待科学家们给出进一步的研究 那我们从现有的知识来看啊基于刚才对皮肤构造的理解 我们可以归纳出皮肤基本护理的三大法宝 它就是清洁保湿和防晒 清洁的主要目的呢 一是去除去除环境和皮肤表面的物质 同时它也包含了维持好角质层细胞正常脱落节奏的意思 因此我们需要针对自己的皮肤角质层水平选择适当的清洁方式 一般呢我们采用温和的洁面产品早晚洗脸就可以了 中性的肤质早上其实用薪水也是可以的 因为晚上皮肤只是分泌了一些皮脂膜 并不需要刻意的去去除它 只有在角质层较厚的情况下 适当的每周增加去角质的产品 具体的判断角质层是否过厚的方法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哈 而保湿其实是保护好砖墙结构的水油平衡 它既包括了补水 也包括了对干性皮肤补充适当的油脂 进而帮助水分更好的补充保持 而防晒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晒黑 更重要的是防止细胞损伤 紫外线引起细胞损伤是具有积累效应的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晒伤都会有部分的细胞不能恢复 日期月累这些受伤的细胞比例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察觉 但是会随着受伤的细胞越来越多 甚至是修复的速度 赶不上损伤的速度 就会表现出衰老 所以呢我们皮肤的护理工作 需要做好这最基础的三件事情 清洁保湿防晒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去谈抗衰老 美白 修复这些 最终要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 皮质膜分泌正常 角质层脱落正常 砖墙结构水分充裕的一个中性肤质的状态 先明确了这个护肤的目标哈 我们这个护肤瓶的选购才能有地方是按需购买 所以呢基础的清洁保湿防晒的产品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列举了一些常见的温和类的洁面产品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品牌喜好来选择 像大宝呀庞氏这些都是很容易购买到的开价品牌 成分其实都是很不错的 还有斯塔福也是很多人在用的口碑品 有些朋友会反映斯塔福的清洁力度不够 其实只要是在使用手法上换成不沾水的干洗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像Current Free Plus 都是敏感肌肤也都能用的 非常温和的洁面品牌 那么在使用的方法上呢 我们用洗面奶轻柔30秒 混合肌肤或者是多油的部分 可以增加到一分钟 再用流水冲洗10到20遍 水温适宜就可以了 混合性的皮肤呢 你只需要在局部 在那些多油的地方 增加轻柔的时间 或者是增加洗面奶的用量 就可以达到分别护理的效果 特别要注意的是 25岁以上的肌肤呢 请你谨慎的使用造际洁面 比如说像路德青啊 很多蓄油能力特别强劲的那种洗面奶 洗完了之后感觉特别的干净 这种呢是不太好的 也不要频繁的使用洗脸刷 去破坏我们的皮脂膜 两到三天吧 使用一次那些洗脸刷就可以了 想要增加去角质的同学呢 可以使用含有果酸 或者是水洋酸等成分的 洁面产品 推荐那个肌炎的暖肌系列 这个是去尘室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非常常见 而保湿的这个部分哈 我们的角质层中呢 是由水分啊 皮脂膜呀 还有啊 这个NMF这些天然保湿因子 构成的专长结构 维持着皮肤的水油平衡 那么护肤品的配方 其实也正是模拟了皮肤的这个结构 也就是说它是由水 油脂 还有乳化剂构成的 这个乳化体系作为基底 在这个基底之上 再去增加其他的成分 那么假如我是一个护肤品的研发人员 要给自己配一款适合的护肤品 那么第一步 我就是要选择油脂 选择油脂 其次根据油脂的形态 再选择乳化剂 再选择水分的成分 这样构成适合肌肤需求的 相当于叫做水油补充剂 这个乳化剂我多一句 就是我们水油是不平 不不融合的 对不对 乳化剂就相当于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所以呢 所谓的这个保湿 其实是由以补水为代表的这个保湿剂 和以锁水为代表的封闭剂组成的 常见的保湿剂的成分呢 有刚才说到这个NMF天然保湿因子 还有像尿素呀 乳糖酸呀 氨基酸啊 还有玻尿酸 透明质酸这些 我们在购买护肤品的时候啊 如果含有这些成分 说明它是有补水效果的 尤其是现在比较常见的这个玻尿酸啊 它也叫透明质酸 在护肤品和医美中都非常的常见 它是一种轻肤性非常好的补水成分 一些主打这些成分的护肤品呢 都是非常好的补水的选择 而常见的封闭剂的成分呢 就是脂肪酸 植物性的油脂 动物性的油脂 还有像凡士林这些啊 对于30岁以上比较成熟的肌肤来说 选择护肤品时一定要适当的增加一些 封闭剂的成分 不然补水做的再好 缺少了这个封闭剂的锁水功能 只能事倍公办 而封闭剂还有保湿剂的这个比例不同啊 基本上呢 它是可以从护肤品的质地上去判断的 越是稀薄的 褶状的质地 大多是多保湿剂 少封闭剂的配方啊 使用起来比较的清爽 适合需要补充水分的中偏油性的肤质 或者是在滋润的环境中密集的补水 而越是浓稠的膏体 大多都是封闭剂的成分多一点 适合少油少水的干性肤质 或者呢 是在很干燥的环境中啊 需要深度滋养的这个情况下来使用的 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 保湿剂呢 并不是越多越好的 我们的角质层砖墙结构 需要维持一定的稳定性 它在吸水之后呢 会膨胀 就好像发面一样啊 这个护肤的成分的渗透性越好 其实是会以牺牲部分的砖墙结构的稳定性为代价 像这张图片所示 所以补水呢 是要适量 护肤工作也是要适量 不要一味的追求 好吸收 好渗透 否则这个砖墙结构会越来越脆弱 很多过度护理导致的敏感肌肤啊 就是这样造成的 这里呢 给大家推荐一些常见的高保湿类的护肤品啊 也都是比较基础的一些保湿类的口味品牌 比如像主打双倍双倍透明脂酸的肌炎极润的系列 还有日系的品牌这个MUJI和KURREN 这些品牌都是有不同的质地去选择的哈 偏油的油性肤质呢 选择水乳的质地 偏干的皮肤呢 选择一些高霜质地就好了 那么切尔氏的这个高保湿呢 是非常适合干性肤质的一个保湿产品 另外需要啊 着重推荐大家的这个是 虽然现在不是特别火哈 这个伊丽莎拜雅顿 但是它的保湿剂成分呢 主要是这个角沙锡和神经血胺 配合多种的抗氧化剂 非常的适合干燥的皮肤和熟灵肌肤使用 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肌肤屏障 另外推荐大家使用像美丽修行 肌蜜肌肤的肌 蜜蜜的蜜 还有像你今天真好看 它就叫这个名字哈 这些它是都是比较偏理性的 护肤类的APP 那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基本的框架 在这些APP中 选择相应成分的护肤品 这些APP呢 都会标注每一件护肤品的功能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 选择到适合自己肤质的护肤品 好了 关于防晒的重要性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而具体到防晒产品的选择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关于紫外线的分类 紫外线呢 根据波长的不同 可以分为长波长的UVA 和短波长的UVB UVA呢 是抽氧成不能吸收 一年四季都会存在 即便是阴影下 都依然是有 而且可以穿透玻璃 表皮呢 我们只能部分的阻挡 它会直接的到达真皮层 前面说过哈 真皮层有胶原蛋白啊 还有纤维细胞 所以UVA是老化的元凶 而UVB呢 是晒红 晒伤的元凶 主要是集中在夏季 还有中午 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感觉到 有热量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的防晒呢 其实是需要同时防 UVA和UVB的 在防晒产品上通过 PA和SPF 这两个指标来表示 这个PA要说明一下 它是日系品牌的一个评价标准 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标识 来去衡量 你去选择 它有针对这个 UVA的防晒的就可以了哈 购买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两个都有的 使用的时候 量一定要充足 我们脸部的肌肤 大约需要一枚 一块钱的硬币 那么多的量 如果外出的时候 需要提前的涂抹 要等它成膜之后 才开始有防晒的效果 如果是户外的运动 则需要补涂 如果是戴妆之后补涂 可以使用那种 喷雾型的防晒 喷雾型的那种防晒 油性的皮肤呢 可以选择一些 带有清爽 还有无油字样的防晒霜 干性的皮肤 可以选择有保湿字样的 而明胆肌肤 还有痘痘肌肤 应该尽量的 避免化学防晒 选择一些 纯物理的防晒 这个产品上面 都会标识的哈 你如果不知道 什么原理就不用管 你就记住 要选择纯物理的 就可以了 好 这里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 口碑的防晒的单品 我们日常呢 使用15到30倍的指数 就可以了 外出的时候呢 要选择50倍的指数 另外 不要只是 涂防晒霜 这一种防晒的方式 像防晒衣啊 太阳镜啊 太阳散啊 这些防晒的手段 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晒方式 好了 嗯 做好了 做好了以上的清洁 保湿 防晒 使我们的皮肤 能够保持在健康的环境中 清晨代谢 就是做好了 护肤工作的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再适当的增加一些 像抗氧化类的 美白的精华 还有修护的精华 等这些功能性的精华产品 这样整个护肤的基本的观念 基本的体系就比较完善了 那这样的基本观念的建立了 对于我们理性的护肤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呢 依然是美妆小tips的环节 今天要介绍的是小手大用 意思呢 就是不要小瞧我们的手的作用了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美容仪器 像清洁啊 导入啊 按摩啊 补水啊 刺激循环啊 等等 很多功效 而且往往价格不飞 很多都是上千块钱 但要说起效果来说 先不说是否能长期坚持使用 总体而言 所有的外用的方式的护肤效果 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 不管是护肤品也好 美容液也好 其大多数都是起到保持皮肤的状态 延缓衰老的作用 想要期待有神奇的疗效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要合理的期望 调整好日常的作息饮食 对于肌肤状态的保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而很多美容仪呢 听起来高大上的功能 其实都是可以找到评价替代品的 比如我们的小手 市面上有主打微电流功能的各种按摩类的美容仪 其实我们的手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比如我们在做日常的护肤时 稍稍的有一些仪式感 不要太心急 给自己五分钟 用手给皮肤做做按摩 一方面放松肌肤 舒缓肌肉 促进循环 另一方面 手的触感比较灵敏 轻浮性非常好 能够使护肤品涂抹的均匀服贴 同时呢 手也有一定的温度 能够帮助护肤品更好的吸收 推荐大家到那个交韧师的官方网站 它里边会有很多视频 学习专业的日常护肤按摩的这个手法 相信我 良好的护肤习惯 有时候比昂贵的护肤品更有效果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前面的三节课呢 都是基础课程 接下来的两节课 我们就将进入到审美的部分 我们将学习 该如何正确分析 自己的五官 判断自己的风格 了解一些基本的美学知识 以及它们是如何应用在化妆中的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